誰敢跟你搶 那我覺得副市長像這種問題 我覺得你就更應該要去處理才對啊 對不對 你跟那個中指不符合 那你還繼續放任這樣的情形 繼續下去那就是不對了 是不是這樣子 我希望能夠好好的再徹查一下好不好 謝謝副市長 然後另外那個局長 我想在我們最近看到的一些指標 在天下雜誌包括我們經濟日報 都有做這些這個幸福城市的 有這樣的指標 其實我看到我覺得蠻難過的 這個不管在客觀主觀的這個條件 這個指數之下 我們這個桃園是雙降 客觀指數下降 主觀的這個指數也下降 那我們看到這個天下雜誌裡頭 他在社福利裡頭有一個指標 因為基本上我們桃園算是很有錢的縣市 所以我們這個福利給的很好 這個很多都超過內政部的標準 都是全國第一的 那可是我們有一項指標 我覺得這個 我們不要去做錦上添花的事情 要去做雪中送炭的事 可是我看到我們的高風險家庭的 平均個案的那個面坊的次數 我們是全國倒數第二 我們只比金門好 你知道嗎 沒有對不起喔 對不起對不起講錯 我們是最後一名耶 我們距離倒數第二名金門 他還是我們的2.3倍 這也是因為計算的基礎是不一樣 我們的所謂面法是實際的面法 但是事實上喔 好OK 你計算基礎不一樣 我現在要特別提醒你一點 我在這個很多地方包括學校 社區去探訪 就是像這種高風險的面坊啊 通常啊社工坊一次就結束了 就結案就簽結案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他們說因為沒發生嘛 因為高風險的事情沒發生 所以就結案嘛 欸問題是成立高風險的這個 這個面坊啊 這個個案的這個控管 目的就是擔心它會發生 我們要透過我們的面坊 讓它不會發生 可是如果你們在訪談的這個概念上啊 你如果認為說 喔我只要訪談過一次 我有做過紀錄 我就把它做結案 然後欸這樣就結束 因為 因為目前沒發生案件嘛 所以呢就等它發生嗎 不會這一塊喔 因為中央也有定期做一個 行為的一些 那我想我想喔 我這樣講啦 我這樣講你剛剛說喔 那個指數不一樣喔 可是指數不一樣 為什麼其他縣市 都高過我們桃園啊 你知道嗎 這個指數它還是有一定 它的這個客觀 客觀性啊 你知道所以我覺得 你在這個部分我希望能夠 去加強喔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在我們的老年 人口喔 的這個照顧的部分喔 我們的老年人口的老化指數喔 從48.07喔 一直攀升到去年的62.3喔 已經超過了半數喔 它的我 我預估啊 它會不斷的再往上攀升 是的 對不對 所以呢 趨勢是這樣 是 所以現在長照的這個部分 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呢 我們看到你目前 在執行的現況當中喔 像你那個失能老人的送餐服務喔 我就覺得這個很糟糕 你們竟然會讓這個滿意度的調查 由廠商自己來辦理 這叫做什麼 求援兼裁判 我幫我自己辦滿意度調查 那我怎麼會說我自己做的不好 對不對 好 那另外一個呢 你廠商的這個旅約的這個管理 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送餐 那就一定要是第一個 餐要熱的嘛 第二個 時間要對嘛 你不要中午吃飯 結果你到下午1點鐘 你的便當才來 對不對 或者2點鐘便當才來 那所以我覺得 你們在這個考核上面呢 我們也沒有看到你有一個具體的考核 比如說他什麼時候送到 他送到的那個狀況是如何 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可以去透過民政系統 我們的林長 或者那一林裡頭 他會不會有一些志工 或是這個鄰居 可以幫忙做一個這樣的確認 我覺得要建立這樣的一個確認機制 或者是一個送餐的時間機制 如果當事人他清醒 他是可以去做這些 這個確認的工作的 那OK 如果不行 透過林長 透過志工的方式來做確認 這個應該做為他這個考核依據 這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現在要求 就你們的送餐服務要做到這樣子 否則的話 你這個任由廠商 你又沒有罰則 你滿一度調查又自己做 我覺得這樣就不對了 假如有違約 好不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你們在今年度 你們從現在開始 你們要趕快去修正 好不好 因為到現在為止 老人送餐服務還是有很多的詬病 然後另外呢 有關日照部分 那日照中心你們要求的是 一區要有一個一日照 對不對 那現在呢 這個不普及 其實你剛剛提到 我們大概有好幾個鄉鎮都有 這個設立了日照 日照中心對不對 你在中立可能還要再設立一個 這個公辦民營的這種方式 新民市場 新民市場 好 那你知不知道為什麼日照中心 他沒辦法普及 為什麼 當然他有一定有 有土地還有建物的一些規範 是嗎 我跟你講 你如果要透過民運化來做這件事情 你這個部分是沒辦法推動的 因為你只有做日拖 日照 日間照顧 可是他卻要承受這麼大的土地 跟建物的這個成本 所以做日照會虧錢啊 不會賺錢 如果會虧錢的情況之下 這個哪一個民間企業他會投入 沒有人會投入的 所以在日照的部分呢 公辦民營我覺得是一個方向 所以公辦民營你現在 你就應該要好好的去看看 因為我們講長期照顧機構啊 他這個是全天候的24小時的 那這個部分 就會有民間業者願意投入 但是日照的部分 你要民間業者投入的機率非常的低 所以你一定要透過公辦民營的方式 你從這個活動中心這個部分 或者從這個 其他的一些我們現在現有的集會所的部分 來做這個增設 我覺得這個才有可能喔 可以讓你的一區一日照能夠達成 否則你的一區一日照會只是口號 你過不久 因為你這個都才剛成立 你知道過不久 一年兩年 我跟你講就結束了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我希望能夠再做修正 因為我們看出問題在哪裡了 你要去修正 否則的話呢 你只是紙上談兵或者自欺欺人 好不好 另外那個勞動局局長 議員好 這個恭喜你喔 不過我現在 你剛剛我有聽到你也在回答很多議員的問題 我們的失業率六都最高嘛 我們的失業率最高 你剛剛說要提升青年的這個就業率 青年的就業謀合 請問你有沒有跟青年事務局你們怎麼切工作 還是各做各的 他做他的 你做你的 跟議員報告喔 這個就業的部分 當然都還是本局的執掌 那青年事務局他主要 可是我們都沒看到你們 那個這個勞工局有什麼角色扮演 看不到 我們看到都青年事務局啊 然後每次辦活動啊 然後都會有很多的攤販來做這個文創啊 然後買賣啊 然後唱歌跳舞啊 可是我看不到具體數字 對啊 我就想請教你 你勞工局局長 你應該怎麼來做這個事情呢 好 謝謝齁 好 請坐 接下來我們請歐秉辰議員 以及詹江春議員 兩位議員共用十分鐘謝謝 好 請問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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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社會局齁 對這個獨居老人齁 對他的 關懷 那我們社會議員 用什麼方式 來 對他們做定期或是定點的這個照顧 是的 這個獨居的老人 我們就有兩千四百位左右 這樣的獨居老人 對於這些獨居老人 這個電話的 的問安 或者是訪事這樣子 沒有定期請社工到府上來管 假如有有福利的需求的部分 我們社工會會來做探訪 你用電話的話 尤其是上位年紀的老人家 他接電話 這語音方面也不是很清楚 那等於他也沒有感受到市政府 對他們的關懷 對 確實我們有分級 就是說又比較那個衰弱又獨居 確實是沒有親友家庭支持 系統比較薄弱的部分 這部分我們社工會來給予探訪支持 來給予必要的一些協助 那長期以來只有電話關懷 沒有到府上請社工親自去關心他們 有需求的部分 我們就會去探訪 那需求的標準在哪裡 一方面他假如有經濟上的需求 或者其他有這個比如說要醫療 或者等等其他他的需求的時候 他又沒有親友可以來給他支持 這樣好不好 本市建議 社會局應該定期請社工 不用電話親自到這個獨居人的家裡 一般都會找志工 就是說社工會結合一些志工 這樣才能讓這些獨居老人感受到我們社會的溫馨 這點沒關係我是建議 我是用你們社會局 獨居的 因為我們分級 有些是獨居的很快樂 有些獨居確實是生活上會有困難 獨居怎麼會快樂呢 獨居也沒有跟家人 那並不表示說獨居就一定是弱勢 要人家來給予支持的這樣 所以我們會有給予一定分級這樣子 不快樂的比較多啦 當然大家也可以聯想得到 當然我是在這裡請社會局 在這方面做出一個言語有沒有 他定期請社工 我們來看這部分怎麼樣來加強對那些需要照顧的一些獨居老人來加強 另外一點齁 就是 社會局對於社團的講補助 講補助 比如說 對志工隊 你們講補助的標準 不一樣 其實我們都看齁 個別的社團辦的活動的性質規模等等 會有不同的一些補助 就是說並不表示同樣類型的活動 比如說做這個每個社團申請講補助 做這個概算表 大家都很清楚的嘛 對不對 會多膨脹一點嘛 對不對 那你光看這個書面 比如說去年 觀音 新屋 中立 的氣功隊 你們的補助 金額就不一樣了 對不對 是不是對觀音的 就是 比較沒有關心 或是 觀音的就比較小 是不是這樣 我們還是看那個活動的規模 參與的人數 還有他確實他概算的區域 我們會比較實際的來合給必要的金費 本期建議啦 這個公平性稍微要拿捏一下好不好 公平性啦 因為時間也不是很多 我簡單的跟你建議啦 另外一點就是老問題啦 就是坑尾設計的老問題 我請問一下有沒有什麼具體的方案 就是那個舊的那個社區化活動中心 要拆除 拆除緩解地主 另外新的那個活動中心 因為那個地主不願意 請公所來談 是不是願意將土地賣給政府架構 政府來架構 然後繼續使用 那個地主說不願意 所以這部分是沒有辦法 那目前還是 所以在這個所謂坑尾設計的活動中心的部分 現在只有借用學校啦 或者是其他的場所來做 借用藝人國小嘛 那我知道啊 那還是 就是借於來臨近的藝人國小啦 國小的 你們上任以後還是兩年 快兩年了還是沒有著落啊 確實土地也不好去找 然後在譬如橋下也有很多因素的考量 目前還沒有找到 橋下不適合嘛 你的老家坑尾村的 確實類似這樣的社區也很多 地形結構你都了解嘛 溜溜橋下只是坑尾頭 坑尾尾到大觀教練場那邊去了 那一個社區 真的我們也有考慮跟臨近社區 能不能同時來共用 好啦沒關係啦 請局長 比如說金吾社區 這老問題啦 請你用心 來看有沒有 好我們再來跟臨近社區 一起來討論看怎麼解決 謝謝 謝謝益作 那個勞資局長 我們在這個兩年多前 這個勞資局曾經有發生過 這個有這個勞工房 那四處招攬生意 然後這個陪著勞工 這個一起到這個勞資局去申訴 然後呢 刻意的扭曲法令 然後這個 對於這個資方提出要挾 後來被檢調這個 後來被檢察官起訴了 檢察官後來主動調查起訴了 那也上了媒體 這發生在我們桃園勞資局 那現在呢 兩年過後呢 現在我們桃園的議會就有議員了 這個也承認了差不多也差不多 像這個勞工黃牛這樣的一個一個舉動 我想我們希望說你們勞資局 在處理勞工案件的時候 要秉持的法令 是不是在不久前 有一個醫院 然後呢 這個有護士 他在這個月中其中這個離職 然後因為在薪資換算方面大家有所誤解 所以差距了兩百塊 這差距兩百元 事實上來講 這個可能勞方的算法不一定是對的 但是為了說這個勞資局為了這個求和為貴嘛 所以呢這個也判定說那資方你就差兩百塊 你就這兩百塊你就付給這個勞方嘛 但我們這個陪同區的這個議員的助理呢 就打電話呢給我們這個資方 說這個你是醫院 那我這個你用兩千塊就要打發我們的這個當事人 是不是在侮辱我們 那這個我要給你們爆料 我要這個在這個我是什麼人 粉絲專業給你爆料 或者是我要這個投書蘋果日報 結果後來這個議員呢 就後來就為了席事凌人 所以又多付了三四千塊 那近日呢又有這個員工呢 其他的這個部 其他的這個資方的員工 這個員工的9點上班到10點的時候 就拒接客戶了 那是一天工作一個小時之後 就在那邊打手機打電動 後來呢這個 這個被資方呢 這個給這個資遣了 也給這個 也給了這個我想也有到貴府 這個貴府調節吧 後來也給了 也給了遣戰位 這員工9點上班 10點就拒接客戶了 然後開始就打電動 玩手機 如果今天勞資局是要保護這樣的勞工 那我恭喜你 你得逞了 如果真的是要這樣子 那你這個勞資局真的是太為勞工了 那當然 顯然 顯然勞資局也沒有說真的就是這樣子啦 但是 我們這個議員 這個助理呢 也是陪同 這個到勞資局去做調解 這個應該當事人科長應該都清楚啦 那調解 那個其實 這個 該給的 該給的經費也都給了 結果還是一樣齁 這個 跟錢力一樣 又提出了什麼 要爆料 要給你們爆料 要在哪裡爆料 要在哪裡爆料 這個跟勞工黃牛沒有兩樣 兩年前 讓檢察官主動調查 移送法辦 還起訴了 難道 現在這種事情正在發生 正在發生中 到底有幾個案例 相關的這個議員的助理 陪同出席 是不是都是這樣的情形 有沒有必要主動提出來 調查一下 好 謝謝議員 那第一個部分 如果是有這樣的狀況 讓容我來了解一下 你了解一下吧 你們科長是不是有這樣的情形 第二個部分 當然如果是有這個所謂的黃牛的部分 當然依法就論處了 你應該有勞資 勞機法有勞機法 你就依照勞機法 怎麼老是依照蘋果日報法呢 或者是什麼地方粉絲團法呢 這個施行吧 謝謝請坐 好 接下來請蘇家明議員發言 謝謝 好 感謝我們大會主席 黃副市長 我是叫你站起來站起來 不是說你很久 有人說五次說你都沒有很久 沒有啦 我心都在這邊 對啊 不然你坐太久的地槍 所以我反正在下 我是不是說你很久 我有時候請來站一站 跟我們聊聊天 很快樂吧 可以 好 請坐 謝謝 社會局長 我們那個旗難救助官馬上關懷 現在怎麼做 那個馬上關懷 他是中央的經費 然後資源 就直接由區公所 直接去 花多少錢 我以前你做市長一次才三萬 最高三萬塊 對 有三萬塊嗎 可是我聽我們外議員剛才講說 你們現在沒有到花那麼高 那個是馬上 我說馬上關懷是三萬 那急難救助的部分 是從五千塊一直到六萬塊 那這當中就是看個案的狀況 對 個案 平均起來看只有七八千塊 那你社會福利 政事長的社會福利 做那麼多 這個馬上關懷 跟急難救助 這個要提高嘛 你說平均六七千塊 欸 急難救助 有一個重大錢 你給他六千塊 是要怎麼辦 預算 預算沒有辦法提高 你今年有編還是 給區公所 莊樣的錢我知道 那是莊樣花出來 我以前當市長 也有這樣做 可是你現在 你們自己可以 再編一些預算 黃副市長 這可以拿到沒有了 我們可以回去協調 看看對 確實需要的話 應該可以增加一些 對啦 這急難救助 說六七千塊 有的社會很可憐 有的一個重病 還是有的那些 很痛苦 有的很可憐 我以前真的 我們也有 花到五萬六萬 像我公所也說 急難救助 因為社會資源 你有沒有去找些社會資源 是有的 黃副市長請坐 我們市政府也有一個 社會救助基金 這就是說捐錢的 剛剛談了很多捐物資的部分 我們安家事務銀行 要錢的部分 會進到我們社會救助基金 專戶 假如有些專案 我以前當市長的經驗跟你講 很多人自己走來 說啊 我們社會福利做得很好 不過這個甘孤人很多 甘孤人很多 有的人自己 有的 我看到歐巴桑 會八九十分 會五十萬來 他這生的積蓄 所以我們這個 風聲社會局要做出來 很多人很熱意來做這種事 感謝 義作也幫我們募集了很多資源 對 所以我們大家 我們議員也可以很多 你有做 人跨五 我以前當市長人跨五 自動拿錢來 謝謝 所以我希望你們 古局長在這個社會福利 還有靜頻 我來提醒你 因為靜頻 中低收入 那今天就是有通報 有的里長 你現在長照也在做嘛 里長在通報 長照的那個領域嘛 那靜頻這個領域 我以前有做過 這次社會局拜託你來做 要建立檔案 你可以一起結合來做嘛 你靜頻你現在有沒有做 我們現在 要發覺靜頻 靜頻是都聽不到的 畢生才難過 一間泡泡 這間的草馬屋 很難過 可是就那間 都條件都沒有 如果中低收入 還有這些所謂邊緣 或者這個弱勢的 他不在於 這個所謂低收入 的這種標準 你現在已經叫里長做 長照 靜頻以後需要哪一個 單位負責的 你要把資料留下來 我以前我當市長的時候 他來行政不過 他沒有辦法 那政府規定的 不能用就不能用 結合民間資源 民間 把他系統 建立起來 你既然長照跟里長 可以結合 你關完社會老人 關完基點 你志工跟環保 志工去探訪 有人建議 不能全部靠 對 人力的結合 物力的結合 財力的結合 我現在就是叫你 系統 你有做這些里長的關完 冷氣點 你把那種 靜頻的 這個領域 一起做一下好不好 好 我提醒你 對相關的措施 一起來 好 那第二個問題 我們富剛巴士有幾台 現在在營運到134台 夠不夠 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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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下雨天的時候 大家可能去外 富剛巴士都叫不 你不是有跟那個什麼 客運還有 打起家有幫 一起結合起來嗎 現在當然交通局在推動的 那些所謂 客運低底盤的公車 也在推動 讓這些所謂 身杖的朋友也方便搭乘 這整個所謂的大眾結業系統 130幾台還不夠嗎 那在我們社會區部分 除了富剛巴士以外 還有這個所謂的愛心計程車 或身心障礙的計程車 這塊一塊來 這個很落實你們不夠 我希望你在這個領域再加強 很多人留下天 全叫沒有 你說130幾台 人說 桃園市對不對 尤其在尖峰時刻 確實不容易 對 尖峰時刻 那現在還沒有人繼續接 有需要嗎 有有 繼續在募集這個車子 我們希望能夠 儘快能夠達到160步 甚至長遠 到將近200步 才會足夠滿足 先導一下啦 古機長 你古早人 愛心我看也很容易 對不對 幫我們先導一下 還有我們那個 三明公園的服務中心 二樓現在有在營運嗎 二樓現在已經是在做親子館 那一樓為什麼 一樓的部分現在洽談的結果 一樓你那個在養蚊子 養公主委不做 為什麼 現在要排隊 二樓三明公園 以客服務中心 我做得非常好 現在很多人 每天都找不到位置完 那小孩子 四十三萬人口 黃公司長 一樓你的養公處在那裡 你期望自己感到 養公處 養公處 還要做什麼 你跟他說 養公處還要做什麼 還要期望喔 不應該養蚊 兩年了啦 每天都要 我回去找養公處 你每天都要做寶可夢 好 應該活化 然後你可以這樣用 對對 好不好 你們不要一直放在那邊 真的 很浪費 那大的地方 我已經做得漂亮 做夜人養公處 你都要把他拐拐起來 亂搞啊 養蚊對大家沒有什麼好處 對啊 都不用 要讓我出去買 你也不能說拔下去吧 我回去找養公處理論 對對對 你要知道 我叫你站一站 不是你說你多久 給我們來規劃 擴大 擴大親子館的一個規模 對啦 你那是哪一個單位負責的 對 那個什麼出 什麼科目負責 已經移過來 我們已經在規劃 現在已經移過來了 是 對啦 你講幾次了 一年了 阿公跟他一年了 好不好 對 非常好的建議 所以這樣 也是因為您上次參加那個開幕 建議 然後我們就積極跟養公處協調 你是協調協調的效率也出來 副市長 對 確認是移給 對 他已經說移給社會局了 所以我不必找養公處理論 要找他理論 副市長 拜託你 我去過我看過 那地方不錯 對對啊 不錯 你還要試鏡啊 老闆拿到要試 老闆拿到要試 老闆都排不完 在那試鏡一樣 好 跟議座報告一下 那目前我們一樓的部分 大概會 你騰出一點空間做輕食 因為那邊剛剛提到說 你做什麼都沒意見 你把我開放 你不要人膠 你放在市場 好嗎 好 請坐 好 請坐 哎呀 我們的勞工局要稍微請教 你很認真 剛才很多議員說 你來 應該對勞工局 有很大的幫助 因為你年輕有的 還有勞工局跟人不一樣 所以勞工局有利 還有很強的副局長 都很難 好不好 那個我們那個 一收益力 這是我們中央的政策 那是怎麼做 很多人問我 你怎麼做 解釋一下好不好 跟議員報告 這個當然要完成立法程序 所以那至於立法程序 什麼時候可以完成 我們大概 現在不是要抗爭了 你們所有的錢 你也稍微 勞工局 你也稍微收盤 那公正是對中央 因為這不是我 勞工局有時候 決定的 不過這個 我們也大概了解 整個政策的 推 這個 推動的走向 那勞工團體 當然希望 可以週休二日 聽說勞工局 把中央反應都不好 我們以前 一個案件 陳情 你去那裡幫我們解 你勞工局 他怎麼處 算到中央 中央 你們講的都不算 這樣有對嗎 勞工局 你們都很熟 你們做的政策 罰款 人罰款 去到中央都不算 還是中央做主 你們做主 彥霞市 白做了嗎 是 我們這個部分 中央的溝通 我們來加強 對不對 我不要跟你說那麼白 你用笑容 是 副市長 你勞工處 拜叫勞工部 對 該做勞工部管 勞工處 勞工 做好一點到中央 去做更快一點 那可能要去中央了 好不好 再拜託一下 還有我們現在那個 空服務員的產業抗爭議 一拜一拜 我們桃園市空服務員 產業工會 最近有沒有單位 再來抗爭 有 最近這個 哪幾個單位 跟公公 他空服務員職業工會 跟產業總工會 是有再來 我們勞動局 市府前面抗爭 那主要的癥結 就是他們希望這個 六月跟華航簽訂的 那一份協議 是希望認定是團體協約 那就法律上 還有就當初的認知 是不是團體協約 所以恐怕不是行政機關來認定 所以我們也針對當初的那個協商紀錄 我們已經發文予以備查 那至於如果兩兆 我覺得他是團體協約 或者不是團體協約 謝謝 請坐 好 請蔡永芳議員發言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我們大會主席 剛剛我們那個蘇家明議員 講了這麼多 對啊 我們那個王副市長 你說什麼 那個安邦如果做得好 就到中央去了 就可以加強我們的預想力 我知道你這有陰謀啦 為什麼知道嗎 因為剛剛劉勝權 說頭前做一個位 叫他拿一個頭前 你現在趕緊 趕緊 趕緊去 你請坐 安邦請教你 9月19號是什麼日子 9月19號 你知道嗎 報告議員我不知道 副局長知道嗎 不知道 知道嗎 知道嗎 前幾天而已啊 我跟你講好不好 市長是在幫他媽 9月19號 第一個蔡永芳生日 跟這一題沒有關係 第二個 基本工資條長 9月19號公佈 是 知道 10月1號施情 對嘛 好 那個 局長請坐 副局長 勞基法 第一條 你黏不出來嗎 要我拿你黏嗎 為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 保障勞工權益 加強勞固關係 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 特定定本法 本法 為規定者 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雇主與勞工 鎖定之勞動條件 不得低於本法鎖定之最低標準 對嗎 沒有念錯 沒有 正確 正確 來 那個我上一次 有請櫃局幫我查一下 我們桃園市 我們顧請 委外 打掃公園的這些廠商 他們為了要進標 標的金額很低 結果你們去查 帳面上都符合勞基法的最基本工資 可是 實際上 他們領的錢 低 比他還低 怎麼低 他應該要領兩萬兩千多 他每天都上班 禮拜六上半天 禮拜天也上半天 科長 你上次回答我說 算算有多少錢 算 是你回答我了嗎 應該不是 不是你喔 結果 你的客員沒有跟你講 那 你完蛋了 我 他跟我說 應該領兩萬兩千幾塊 結果 領現金的 領給那個完工 兩萬塊 打掃工具自己處理 我請你們去查 你說 我看他的校長 我去督導他 集合他 全都符合勞基法 但是我現場去問 問兩三個 三位 我們的僱員 我們請的 委託的 這些所謂的臨時工 他們居然只領到兩萬塊 不符合勞基法 你們兩個請坐 安邦 你查起來怎麼樣 委員不好意思 那這個狀況 我可能沒有馬上掌握 那針對剛剛議員講說 我們同仁去查的實際情形 跟僱員跟這個議員反應的狀況 有不一致的部分 那是不是可以來這邊請議員協助 讓我們直接來跟這個僱員這邊 來瞭解實際的狀況 可不可以提供我們更多的資料 因為我們同仁可能去查 是調他的出勤紀錄 那從出勤紀錄來看 看他的薪資播放 可能沒有看到 你去查這些 第一個他們領的基本 一個通案 通通都是發現金 給這些 給這些臨時工 也不是臨時工 給這些故工 故工 對不對 叫專領現金的 叫老闆 這齁 給你們怎麼說 不好意思 我今年表比較壞 所以不賺錢 大家共體時間 一部分算成這樣 兩萬兩千幾塊的 純粹兩萬塊 打掃工具自己處理 所以他們 都是六十五歲以上 他們也不太敢講 為什麼 他說講了之後 以後沒工作 這個部分議員 讓我來了解一下 我跟你講 桃園市政府 不能帶頭違法 是是 你這樣是帶頭違法 你知道嗎 是 後來我問過公所 公所怎麼回答 你知道嗎 他說我們的標是最低標 誰價格比較燙 誰要標樓相 結果 你算嘛 這些工人 要拚公園 要管理維護 你可以算說 需要多少個工 多少個石 就算算是不符合成本 他要賺錢 幾個幾個月嘛 對不對 議員 關於公所 跟這個故宮 勞固契約的部分 我們也一併來了解 是不是契約的部分 本身就有違法的施政 第二個當然 契約有沒有違法 你們去看 是是 第二個 請訂一個最有力標 還是說你的底價怎麼去訂 怎麼樣叫合理 你用勞基法算算一下 阿婆出貨到頭 怎麼可能表得對 要叫他叫他表到 怎麼可能會貪 對不對 我們來這個韓轉 提醒府內相關之官 結果有共體時間 對委辦單位的這個勞工權利 這扳掃的 扳掃的 算是說這些長輩 他說我三年前做的時候 還領兩萬元 後來來表的 因為說不賺錢 覺得還減一千 現在變減兩千 結果二親成員 大家扳扳扳 有了要表理公所的工作 要表理這個委外打掃的工作 扳扳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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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扣勞工 你請坐 副局長 第一條戰略一次 比較快 我再提點了 未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 保障勞工權益 加強勞庫關係 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 特制定本法 本法未規定者 適用其他法律制規定 雇主與勞工所定勞動條件 不得地本法所定制最低標準 請問你 目前的最低工資是多少 目前是2008 那個明年1月1號 21009 9月19號什麼日子 公布的日子 對 還有超毛生日 去查 查清楚一點 然後跟公所講 訂的合約裡面 不要讓他們拼價格 拼到海市勞工 知道是什麼 是的 他這樣拚 沒賺錢是他們家的事情 對不對 怎麼可以這樣子呢 他沒賺錢的海市勞工 我們勞記法訂得這麼清楚 對不對 對 還有要跟那個官講 因為沒賺錢 所以你要這樣做 他沒賺錢是因為 我們的合約是最低標 無到無到是我們 桃園市政府縱容違法 結果我們去督導的時候 全看帳面上的 叫他領領憲 真聰明 刑法是處罰犯罪技巧拙劣的人 道高一尺摸高一丈 去辦 拜託你 真的要去辦 好不好 有問題嗎 沒有問題 請坐 那個局長請坐 議若好 劉副局長 我請教你一個問題 你們的一二報告裡面 有一個比較 我看的比較有趣 一二九葉 他寫說 透過多元管道 強化二代脫貧方案 裡面寫了林林總總這麼多 你講一個個案好不好 你們怎麼做 你裡面寫說 為協助本事弱勢 家父子女致力 要辦理什麼 逆風飛翔反轉未來 二代脫貧專案 以思想脫貧 資產累積 教育充全 來做這個策略執行 你們做了什麼 有關的脫貧 脫貧這一塊 事實上也有個案 不是二代的 就是輔導他去賣咖啡 有一個個案 那這個個案 也是算比較成功的個案 我大概了解有這麼一個 那至於二代的部分 因為公讀生這個是 每年都會有開一些這個缺 然後由各機關報過來以後 然後也是可能也配合 勞動局那邊 我們會有一些公讀生的名額 那就是給這些二代他們有一個 你們這個業務有結合勞動局嗎 公讀生這一塊應該是有 有沒有 要確定喔 有有有 因為你說有 來安邦有沒有 不知道 這可能是有一點不太一樣的 因為我們勞動局是針對那個 暑期公讀生如果有來那個 對 但是他你這個題目是 強要二代脫貧方案服務喔 有還是沒有 有到企業裡面 我們也有做一些到企業裡面 那怎麼協助他們 就是媒介他們一些這個 他本身是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我們就 以這個標籤把它推進去 去做推薦嗎 這個 因為他們本身有 因為你這邊有寫 不是沒有寫喔 你有寫就有個案 有個案就表示你有做這項服務嗎 有25個個案目前 25個案 那協助目前期情怎麼樣 持續到多久 那他的期限是兩年 脫貧不是兩年可以處理的事情 這結構性的問題 以後寫業務報告 不要這樣混過去 這樣混過去 什麼內容都沒有 真的是打混而已 你認為是不是打混 我們改進 改進嘛 好問你9月19號什麼日子 一桌的生日還有這個基本公司條 好 重點是基本公司條斬 跟我甚至是兩碼之勢 好祝福各位 謝謝 好謝謝 好那麼今天我們 社會局跟勞工局工作報告 所有登記發言的議員 聰明發言 今天會議到此結束 請大家到餐廳用餐散會 這位請大家 請你多多個 各地的選擇 請各位 請你多多個 資料 請大家